方丈手游联机即将全面停止运行 现在的手游联机环境已经彻底崩坏 还不如直接在手机上玩电脑版的联机模式 还是维京海峡地图 方丈手游作为一款开放世界杀核生存巡龙游戏 当机模式下想必很多人都已经玩力了 这么大个原始大陆上只有自己孤身一人 那么也会显得孤单 所以联机模式自然成为了大多数人向往的模式 和小伙伴一起采集巡龙一起建家 我想这才是生存的乐趣 可目前方丈生存就玩手游 不仅联机环境早就沦陷 甚至在联机的情况下 也能被那些恶劣的玩家 随意修改琥珀等等的数值 这 这还怎么玩啊 在方丈手游宣布 2024年发布重置版方丈手游之后 我们更要明白 旧版的方丈联机模式 那绝对会全面停服的 所以X的现在极度不推荐各位去玩联机 只推荐大家在当机娱乐一下 等以后游戏更新了 再去联机 但如果你和我一样等不及这个方丈手游重置版 一样玩力了方丈手游 现在呢你看我手机上 玩的是这个方丈圣经话电脑版 没错在手机上就可以玩到电脑版的 方丈圣经话维京海旺 并且我还能和粉丝们一起连接 在手机上直接玩端游 而且不只是孤岛 手机上可以直接体验端游的各种地图 他者也会在这个府里做各种活动 直播皮带一起来玩 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公众号里搜索商业云游戏 点进来左下角这个立即开玩 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玩电脑版的方丈圣经话 无论是焦土还是创世纪 全部DLC全都有你自己选择 方丈使游瞬间就不香了呀 在右下角我的 对话码这里速度差某了 还有专属的游戏时差 但这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方丈使游 但想联机哪得有自己的账号 可以选择这个自购版游玩 多了联机就可以和查查一起游戏 你可以加我们的小破群 71910945 71910945 很多人说云电脑的配置就很差 画面不行 但实际上 你们看我这手机上显示的画面 不比方丈使游好太多 而且这个画面清晰度和流畅度 全都是看你的手机网络 我小学的时候 就只能抱着手机 看其他主播玩方丈 现在的3A云游戏 每天都有18小时的免费时差 随便玩 放在我小时候 哇根本不敢想 玩腻了方丈使游 就一起加入我们吧 我是一只常委人 无论是未来方丈使游充滞板 还是方丈端游充滞板 我都期待在游戏里 与你见面 那好了 不要再问我怎么用手机玩电脑了 方丈 启动